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了加拿大国际健身养生文化协会健身气功太极拳培训中心的主任何文华老师 那么请何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健身的气功以及太极拳 您好何老师 欢迎您来到脸博士 您好 您好 那么何老师 我一开始先想请教您一下 说到这个气功 我们可能觉得说这个气功其实还蛮难的 就是这个气功和健身气功它们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气功和健身气功 气功这个名字是一千多年前 道家提取这个岁月 主要是气功和健身气功的区别呢 健身气功是一九九六年 中国把气功分为区别呢 中国把气功分为医疗气功和健身气功 健身气功主要是考虑大众化 以健身为目的 对于他们的这种气功 为医疗气功 比较 比较 编创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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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创的健身气功比较容易学 而且经过十年研究 对于健身增长体质很有好趣 那您刚才说的这意思 就是说健身气功 其实比普通的气功要简单易学 可能更符合大众学习的这个方法 那么您跟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健身气功 您刚才说有很多的功效 到底有哪一些功效呢 主要的功效就是讲 疏通经络 调活气血 平衡阴阳 扶症窃血 这个主要是平衡阴阳 人生病了主要是阴阳不平衡 是 它通过锻炼之后 可以改善这些方面 本来这个健身气功有个胎气泉 它是密不可分的 它的发源是根据道家的阴阳学舍 日然学舍 内荡学舍和养生学舍 基层发源于基层发源于这个道家这几个学校 而且健身气功与胎气泉 健身气功与胎气泉 温吻吻着瑜伽 副驾 副驾的副驾 养生 它的养生理念 养生理念主要是 是身体和世人合一 身体和社会合一 达到一个新生的 合一的一个完美境界 而且它的主要目的 就是增强体质 愈防疾病 炎炎异瘦 开发资力 合到陶冶青草 好处很多 好处很多 而且也可以调养身心 调养信息 对 陶冶青草 而且对于这个 特别是健身气功 它的形体 手 圆 荒 均匀的云 它这些特点 特别是对于一些 像身材好一点的 还可以多年这个 这个培养这个体型呢 还可以修身素系 修身素系的 那怎么练好 这个健身气功和太极拳呢 要想练好健身气功 主要是 不能坐机 要程序渐进 循序渐进 程序渐进 程序渐进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讲 一步一步来 讲学健身气功 是首先从调身开始 调身 身体的身 调身 调身的觉是 要对动作要规范 而且要熟练 第二步来就是 调细 调细 细细的细 心细的细 调细的觉是 呼吸吐浪 呼吸要跟上去 呼吸的觉是 要那个气息 要多年长 而且均匀 那气息气比较住 而且调心的觉是 一些心理活动 你要考虑把自己的情聚 也要调整稳定聚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讲 要从实际去发 根据实际的生理特点 来选 我还是学八段经呢 还是学一进经呢 还是学 这个五进席呢 还是学刘志爵呢 还是学马王队 倒影书 还是学健身气功 我们倒影养生功 是而发 因为现在健身气功 很多 编装的比较多 是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何老师也是 刚才他说了这么多 比如说像八段经 那么今天他们决定呢 给我们在这个现场呢 进行一个非常简短的表演 来说明一下 这个健身气功 那我们现在呢 请导播给我们一点音乐 我们就请这个何老师 给我们做一个 简短的表演 我们有请何老师 您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辻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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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